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再次遭到了乙军的大规模空袭 黎巴嫩真主党28号发表声明证实 其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 以色列军队27号晚上至28号凌晨猛烈空袭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而目标就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总部 我现在所属的位置是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那么在我身后就是南郊被炸的现场 在过去的一年中 这是贝鲁特南郊第11次遭到乙军方面的空袭 那么从我的直观感受来说 这也是最大的一次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 乙军战机27号对贝鲁特南郊的 黎真主党总部发动打击 打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以及黎真主党武装南部战线指挥官 克尔基等多名军事人员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贝鲁特继续遭到乙军空袭 乙军称空袭目标为黎真主党武装的战略目标 包括先进武器存储设施 重要指挥中心等 黎真主党武装今天称 使用导弹打击以色列境内多个目标 以色列北部海法 财法特等多地 拉响防空警报 27号贝鲁特南郊遭空袭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提前结束在纽约的行程返回以色列 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也从纽约返回黎巴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